巴士这个空间可以做些什么? 有没有想象过巴士可以为你带来一场艺术之旅? 由香港教育学院以及城巴、新巴合作的社区艺术计划已来到第三届 今年他们以《沿途有例》为题 透过大型中小学生设计比赛 为22架巴士换上新装 亦透过这些巴士举行一系列社区艺术活动 艺术巴士的统筹张志健就提到 为何会选择巴士作为他们表演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本身的目标或使命 为何会选择巴士呢? 其实都是因为希望能够将艺术和日常生活连结在一起 我相信会有一部分的人永远不会搭巴士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是那个外观 巴士外观是设计了的 不是一些普通的广告 或者不是巴士公司的一些logo 其实是一些艺术品 我觉得就算你只是 我不行巴士的 但是我在路面都会看到这一架这么特别的车 所以其实艺术巴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是很少的接触 你只是纯粹在街上看到它几十秒 但是起码你都已经是见到一件艺术品 我们也有不同的平台 去给大家去体验和去玩艺术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不要只是观赏 我们觉得艺术是要玩满一份 是要体验到的 才知道里面的乐趣 艺术巴士的重点节目 是在巴士上演出的半个小时流动剧场 在巴士这个空间里面的演戏 又会带来什么效果 在我们的演出 其实大家的重点 其实都是放在 如何好好地活用巴士里面的空间 因为巴士和我们一般的舞台很不同 就有很多既定的设定 已经放在这里 很多椅子都已经放在这里 其实那个空间都挺窄的 其实都限制了演员活动 但是最有趣的是 如何可以利用到这些 就是已有的设备在这里 可以利用它 可以做到一个 就是帮到戏推进的场景 巴士的舞台剧 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大家的共用 我们会在舞台剧推进的时候 都会讲到其中一些事情 就是说究竟你有没有留意 身边的人的样子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跟他们除了在对话上面的interact之外 可能会叫他们画一下自己的亲人出来 甚至留意一下身边的人 可能不一定是老人家的 可能自己的爹地妈妈 都会说究竟你有多留意他呢 可能我们会叫他画 甚至其中一个 scene 我们会叫孙女去摸剧里面的爷爷 其实我想这个剧 其中一样有趣的地方 就是观众可以即时去做一些reaction 但空间这么小而且在行走 演员林泳琪和张远青就说到当中的困难 其实都真是那个movement 就是因为你没有台剧 大家交换的场景 那时候熄灯很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要可能面对的困难就是 可能是要等阿卡比拉下来 那大家都明白巴士的位置其实是窄的 就是而且我们演员呢 就是背对着哪一面呢 这一面的观众看到 但是相反可能观众也看不到 那是比较难就 我们是要走位方面 也都要谈很久再说回 才可以即是 现在才有现在的就位 可能还会知道 遲些再改 我都觉得是巴士 因为它比较迫 而且不同我们平时的舞台 就是观众在前面 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背了台 观众看不到 但是其实巴士做是你两边观众 就是你一定是不可以永远对着一个位置做 没有一个面向台的一个方向 那变成了我们可能有时候转向另一边 可能要做夸张一点 因为可能坐前面的观众 他们就要拧着整个身体看我们 后面那些可能又要执高 就是要側一点点看我们 变成了我们 可能我们的动作也要做得 可能要做得大一点点被人看到 嗯 艺术巴士将会在五月开始透夜服务 和市民近距离接触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